預備 鳴槍起跑之後 穿著恐龍裝的跑者 就拔腿狂奔 有的把褲管捲起來 可以跑得更快 有的用手把頭固定 減少搖擺和阻力各出其招 自己本身是田徑選手 然後也是田徑教練 然後我想說可以來玩一下 把那個看得到的地方 拉下去一點 會 會 所以我特別把褲管拉高一點 從一個月就開始 穿恐龍裝練習了 真的 我都會到體育場練習 實際穿恐龍裝練習 最後快到終點了 選手們努力衝刺 每隻恐龍都變成了歪頭斜腦的 但還是能夠直直的往前衝 可愛又好笑 到了終點之後 選手們趕緊把恐龍裝 脫下來透透氣 其中一位跑者 竟然是高雄市運發局局長 一趟跑下來也是氣喘吁吁 跟平常跑步真的差非常多 因為非常熱 在裡面非常悶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很特別的經驗 那如果沒有穿過的話 也呼籲大家 鼓勵大家也可以一起來試試看 除了恐龍變裝競速賽超級吸睛之外 3.5公里的休閒組也有驚人的裝扮 有的裝扮成天使 有的裝扮成江南四大財子 還有人扮成騎著吃兔馬手拿大刀的關工 都非常用心 我是園外他們是財子 然後我們是那個跆拳道館的 在橋頭那邊的跆拳道館 學換了不少的製裝費 是啊 對啊 當然我們家長也很支持我們 讓孩子們一起來參加 我們帶有高雄龍總心肌梗塞學會 所以我們大概有四五十人來報名參加 好玩感覺怎麼樣 很不錯 很健康 原本只是想要買給小朋友的 然後剛好我們教會是福氣教會 所以我們就辦天使 蠻涼爽的 因為翅膀可以揮動 為了讓民眾享受跑馬拉松的熱鬧氣氛 市府運發局特別規劃了恐龍變裝競速賽 以及休閒組的創意變裝秀 希望藉此養成親子運動的好習慣 恐龍裝的這個造型跑步 我們希望能夠帶給這個城市 更多的歡樂 更多的創意 那也希望明年恐龍能夠多一點 因為明年是龍年 所以我們希望用恐龍裝的馬拉松競賽 我看這幾個都跑得非常的好 我們明年擴大辦理的話 希望能夠募集五百隻以上的恐龍 一起來跑步 國家體育場上上演爆笑的恐龍 諸羅技一百多隻恐龍競速狂奔 成為高雄富方馬拉松賽事中有趣的畫面 記者蘇冠軍 賴昌邦 高雄報導